慢慢的說你不要快速的戳到 好 然後小心手 然後就稍微花瓣稍微 如果它戳到的話 把葉子跟花心那個 你就稍微把它翻開 伊甸小羊苗庇護工廠員工小玉 熟練的製作羊毛沾花朵 並不忘提醒陳婷妮 要小心不要被針戳到手指 小玉因為小腿肌肉萎縮及智能障礙 無法像一般人一樣 久站或搬運重物 而人氣女星陳婷妮 則是受邀擔任身心障礙者 服務計畫工藝大使 呼籲社會大眾力挺身心障礙朋友 支持他們擁有選擇的力量 勇敢追夢 我一開始我是覺得說羊毛 他可能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我一開始說 羊毛可能就只能是做 像我們常常會用到東西 例如年貝 是 衣服 那類的 我以為是只能做這些東西 因為我平時在商場或賣場 我看到的就是只有這幾個 我沒有想到說他還有很多 其他的東西 OK 所以你進到我們的這個工作領域之後 有沒有什麼對你來講很棒的突破 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我是覺得說我有一直在進入 因為我以前碰到的是搬重物 因為我以前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洗餅額包裝 因為他那個都是要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要搬重 我是希望說跟社會大眾講說我們深藏者其實不是說就只是每天宅在家裡什麼事都不能做 其實我們是可以跨出低步到皮膚工廠去工作 雖然說我們的學習能力沒有像一般人一樣那麼快 但是我們就是肯學習 然後我也希望說 我也希望說我們像我們小羽羊做的東西是能讓社會大眾看到說我們是可以做出很好又很好用的東西 很漂亮 然後真的是親自開始做的時候才知道謝謝今天由小玉來當我們的老師 因為每一針每一線都是愛 然後都要花非常大的耐心才可以把它真的搓得像成品這麼完美 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而且我覺得藝術作品本來就是這樣子 它每一個作品長出來的樣子都不一樣 所以裡面真的需要灌注滿滿的愛跟耐心 平常也是擅長做手作嗎 因為剛才看起來就是很啊好難喔那感覺 因為我真的完全不是 所以我覺得小玉超強 我從小到大就是美術界的小笨蛋 就是我完全沒有美術的天分 然後所以剛剛看到剛剛我手拿的那一整樹花 每一枝花都栩栩如生 其實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那有機會會想跟他學在做什麼樣的藝術品嗎 如果想要再挑戰的話 接下來我們有時間會去Beat Football 做餐訪 然後希望那天可以會學到更多自己平常不會的技能 然後可以跟他們一起共同創作更多的作品 其實我非常感謝一店基金會給我這個這一次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當公眾人物這麼久了 也覺得很希望能夠藉由自己的力量為社會大眾多發聲 或者是可以把这种资讯带给大家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伊点基金会 其实我觉得 这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爱跟付出 然后当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遇到身心障碍朋友 其实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爱 跟我们的关心 那我相信当然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一次呢我们举办这个计划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共同来响应 不管是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服务计划 我们刚刚的手拿板里面 上面有一些捐款的资讯 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身心障碍者 只要我们多付出一点我们的笑容 或是给他多一点点关心的眼神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棒的支持 不要再叫了 好好好吗 如果妈妈有一天先走了 你不止睡觉会想念 when you told me all your secrets I carry them around and I feel the way I've seen you and your kiss I know you're gonna need to ask me why will it even make a difference 陈婷妮还参与 《有你挺我无爱》 Choose Life 公益为电影拍摄 饰演一位自闭儿的母亲 她认为身为照顾者 有许多旁人不能了解的无奈与煎熬 更多时候是无助 希望大家能换位思考 你为什么不来追我 不停我不应该把你丢下来 不停 其实之前我一直没有先把这个影片打开来看 我想要今天跟大家一起看 我觉得感受跟看到文字版的时候蛮不一样的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饰演一个 拥有一个自闭小朋友的妈妈 然后其实我之前就看过 类似自闭症儿童的书籍 然后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是非常有爱着 爱着彼此 不管是妈妈爱小孩或小孩子爱着妈妈 只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比较不像我们可以用言语来述说 那就是你要怎么去了解到 小孩对你的爱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非常伟大的 然后这一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小年纪的朋友 小朋友一起拍摄 然后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好像就建立了一点点属于我们彼此的默契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幸福 而且很快乐很开心 其实在现场就一直鼓励他 然后一直跟他玩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我们就说 这课如果拍好的话 等一下江姐姐有点害羞就说 阿姨他带你去买饼干哦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用一些比较像玩乐的方式 然后共同创作出这个作品 对但因为这个作品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我觉得身心障碍者朋友真的需要更多选择的力量跟权力 其实他们也非常像我们一样 有选择的权力 我们对未来也有梦想 然后我们也想要自己去好好的搭搭公车 然后自己出门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甚至逛街 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是一个有非常蓝图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公益活动也希望可以呼吁大家 甚至让大家对于身障朋友们多一点爱跟付出 伊甸基金会在疫情期间进行身障者自立生活经验调查 发现对身障者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不敢随意外出 三成身障者因此影响工作导致收入减少 而最需要的帮助则是希望能有更多就业机会维持佳绩 我们这次做的就是在疫情期间身心障碍朋友 他在社区自立生活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那其实根据我们就是每一个去访查 然后其实就是全省北中南东 我们就是时区去访查我们的身上朋友 那会发觉说他们真的有事成因为这次的疫情 他们没有办法出门也不太敢出门 那这个会对他们的影响就是他觉得被困在家里了 他们原来要去的服务中心都不能去了 对那是有事成的朋友有这样很深刻的感受只能在家里 那有另外三成的朋友他们是有在就业的 他觉得他的工作收入减少了 所以他会很担心他的经济问题 那其实我们后来有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你最希望得到的帮忙是什么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想的一样 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有工作 能够不要成为家里或社会的负担 能够让自己可以自立 这是他们渴望的心声 所以我们看了整份的调查的一些相次跟题目 跟最后他们的期待 会觉得说其实身上朋友 他跟我们真的没什么不一样 他们希望有工作 他们希望可以学到很好的生活技能 即使不能赚钱 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可以自己处理的 然后他们更渴望就是除了生理上的照顾 他们更渴望有社交圈 有朋友 那他的自己的身心灵都是一个平衡的 然后可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基金会在这次我们给我们服务同仁就是说 虽然他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善用现在的媒体 用视讯的方式提供他们一些可以在线上做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身上朋友日间照顾 他每天来这边 我们会有给他一些生活技能的训练 我们就寄那个学习包 用邮寄去他家里 他打开包裹 就里面有很多道具 然后老师就在线上 那是YouTube这样教学 然后也找家长一起进来 就比如说他要学习 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课程 那就可以透过学习包跟线上教学 然后也告诉家长说 这个你可以怎么样在家里协助他 就是我们尽量用视讯的方式 然后每天也透过电话关怀 让他觉得说没有出来 他还是可以听到 跟周围的环境有一些粘结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讲说我们就是即使是停止了 可是我们对他们的服务我们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停止 对那透过有一些肾脏朋友 他可能需要就医的 还是有物资缺乏要送药的 那我们有很多的外展的社工员 他们就是会去帮他 比如说有一些固定要用药的 就是帮他送药到家里 那有一些家里经济比较弱势的 那我们也募集了一些资源 那就是亲自把他送到家里面给他们 这样子 我们一直期待赶快疫情越来越趋缓 那其实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会跟着各县市政府 他还有中央所规范的一些疫情的指引 所以如果服务中心他可以开放的时候 那我们的服务对象 他们真的是迫不及待的 就想要就想要过来 我们也很鼓励他 那所以我们也会透过一些卫教的方式 鼓励我们的服务对象 身上朋友他都可以做好打第三季 目前在推的第四季让他出门是安心的 然后他可以来这边跟好久不见的同学 伙伴还有工作人员一起 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 让他们也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块 服务身心障碍者40年的伊甸基金会 呼吁社会大众听听他们的声音 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 勇敢踏出生活的每一步 有你挺 我无爱 记者 林奇惠 台北报导 记者 林奇惠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